佛勉励我们 期望我们 每一个人 对于佛的教诲 深信不疑 对于一切经论 身解义趣 然后落实在生活里 落实在 除世待人 介乌之中 教化众生 这就是普度众生 另一切众生都觉悟 另一切众生都回头 过去 我们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自信 真相 在《华严经》里面说 就是大方光 我们从迷回过头来 从偏差回过头来 从错误回过头来 正向着自信 信得自自然然的流露出来 就是大方光 只要与大方光相应 我们的生活 行持 表现在外面 也自自然然就是佛华严 佛华严是摆在外面的形象 从相 从四上说 大方光是从理上讲 我们的修学 就有无比殊胜的成就 于《华严经》上所说的 法身大肆 无二无别 华严的境界 虽然殊胜 虽然高 不是一般人走不到 说个老实话 人人都可以做得好 所以佛在经上 才明白地说 这个经受持的对象 是大心凡夫